诗九月水竹是今年总台中秋晚会的主题 那么在宜宾 其实关于竹子的文化真的太多太多 不仅仅是体现在鼠南竹海 其实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非遗记忆 来看这是什么 你进去看 非常精美的一个竹子的雕刻 把竹海的片片竹叶就雕刻在旗上 而这个就是像被称作是江安竹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去寻找创作这样一部江安竹簧的大师 走吧 我们刚才看到的非常精美的竹客 就出自一位自称是竹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 我们的何大师 何大师您好 您好 您好 江安竹簧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 但是又看到会觉得非常惊讶的概念 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记忆呢 江安的竹簧有事物扮演的历史 原来我们这个江安有很多很多人都是靠山去山 我们的竹海的竹子就是广泛地用于生活和工艺品 竹簧就是用柱子的内笔把这个柱筒里边这个破出来 然后粘着雕刻出来的东西叫柱房工艺 柱房工艺它是一个代名词 其实我们这个柱房工艺之外 它是有柱边有柱雕有柱家具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生活用品都是我们的柱子 最精致的就是我们的江安住房工艺 其实我刚才已经观摩咱们的作品看了好久了 这个也是何老林的作品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的长江送三号 我的作品往往有几大因素 一个是爱国 一个是爱家乡 一个是突出我们地方的特色 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中千金 所以我想到我是长江边上住的人 我有责任去颂扬我们的长江 十多年前我就开始创作长江送一号 今年完成了这十三号 这一幅描绘的其实是我们现在也很熟悉的一个景象了 就是咱们宜宾本地的这个蜀南竹海 这个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录的档案 这个记录它不是我个人的记忆 它是把我这个时代 我这个竹工艺作为档案保存 以后传给我们的儿子儿生 千秋万代传下去 何老还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另一件作品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七个人 我们要主要表现他这个生动的内心事件 各有不同的神态各异 各有不同的神态各异 你看这个狗在非常近的地方 它是甜水 这个我把这个珠海的柱子突出来 它这个生活情绪 我们竹雕啊 要有诗情画意 大师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不同的记忆 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这个江安竹簧当中的一种 因为这个是比较立体的这样一个雕刻的形式 像您平常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形式 比如说像皮雕 皮雕 皮雕就是烟心皮雕 那我就是传承了那个顾居民顾大师的记忆 我是他们的学生 但是我要把我这些继承下来的手艺 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何老说他从事竹簧记忆四十多年 现在他的几个孩子也在从事这项记忆 继承 传承 教我的后代 再后代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我们问起何老收徒弟的考量标准 他说 首先人品是第一位的 对于家庭条件比较好的 要求会比较严格 会考量文化修养 美术修养 而对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只要用心肯学 他就会毫不保留传授 有了手艺 我们以前有一句古话叫做 有意不孤身 就是这样的 既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传承 同时也能够帮助这些 大家去脱贫 去创造财富 创造更多的家庭 对 真的是多种意义同时存在 那今天我和雨彤来到这里 看到这么惊艳的作品 其实我们也有点手痒 有点心痒 不知道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跟着您一起学习体验一下 那当然好啊 您也考验考验我们看是不是有这个天赋 看见这个南花没有啊 我们先叼这一半 看见没有 看着这个 它是这样的 再扶一刀吧 看大师了了几笔给我们当家之后 马上这个气质都不一样了 一朵兰花就生动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何大师送给我们的定制版姐妹花 真的是 是我跟你们合作的 这个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嗯 确实江安竹黄的这个工艺真的是博大精深的 所以我们在不断地去深入了解它之后 会发现这后面的这个文化内涵是无穷的 嗯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 像我们之前开头的时候就说到 今年我们在宜宾办的2023年的总台中秋晚会 其实也是关注到了我们竹的这样一个元素 所以从竹来出发 我们可以不仅在晚会上 也可以在宜宾这座城市当中发现更多关于竹文化的美丽 从而去像何大师一样不断地把我们的竹文化去不断地去传承下去 嗯 把它的文化去发扬光大 是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继续关注我们国家旗的这个飞翼公益 嗯 好 谢谢何大师 谢谢何大师 不用谢 欢迎你们常来 嗯 谢谢您